武漢市民何西民2月份起 出現感染中共病毒的症狀 近2個月做了4次檢測 前3次的結果都是陰性 最後一次稱陽性 更有大陸醫生發現 檢測錯誤率達30% 令外界更加質疑中共的統計數據 52歲的武漢市民何西民 直到第4次檢測 才被確診感染中共病毒 雙肺已布滿白點 近2個月前 何先生出現窒息 及胸部充血症狀 可三次核酸及咽喉測試 均誤判為陰性 因此 醫生告知 他沒有感染中共病毒 何西民表示 當時沒有懷疑檢測結果 但感到後怕 因為這兩個月期間 一直沒有採取任何隔離措施 幸好他的妻子沒被感染 那種感覺跟死亡一樣的 你們沒感受過 你們不知道的 得到陰性結果的何西民 回家後一個多月 病情仍不見好轉 醫藥也無济於事 3月28日 他做了第四次檢測 結果為陽性 不過咽喉測試再次失敗 仍為陰性 有好多人說我活過來真是奇蹟 然而像這樣的誤判 不只發生在何西民一人身上 據報2月份大陸某醫院醫生 對200多名患者樣本進行調查 結果顯示 測試錯誤率達30% 何西民表示 不僅給病人帶來身體上的痛苦 更擔心感染別人 不知道到底還有多少人被誤判 那種感覺不是蠻好的 有種不舒服的感覺 但是我人比較堅強的 測試的高錯誤率 令人擔憂更多人 已實際感染中共病毒 但沒有納入統計數據 新唐人記者顏熙綜合報導